歡迎收聽新時閣聽新聞 近日哈薩克局勢動盪 當局將責任歸咎於外部勢力 中共一貫試圖將美國稱為外部勢力 而實際上中共也算是哈薩克的外部勢力 中共近期的表態和做法 包括習近平致口信也有點不尋常 到底算不算是哈薩克當局所說的外部勢力呢? 實在耐人尋味 1月2日哈薩克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 最初對燃料價格飆升表示不滿 隨後反對哈薩克的專制政府和前總統 1月5日哈薩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當局將動盪歸咎於外國訓練的恐怖分子 1月5日白宮發言人普薩基澄清 俄羅斯瘋狂聲稱美國是幕後黑手 這絕對是假消息 他同時呼籲保持冷靜 呼籲抗議者和平表達自己 亦呼籲當局保持克制 1月6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哈薩克外交部長 提納貝爾迪通電話 布林肯重申 美國全力支持哈薩克的憲法機構 和媒體自由 並主張以和平尊重權利的方式解決危機 布林肯還提出促進歐洲穩定的優先事項 包括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以應付俄羅斯的侵略 1月6日哈薩克當局向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求助 俄羅斯機動部隊迅速進入哈薩克 1月7日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 授權軍隊可以在無警告的情況下 向抗議者開槍射殺 同一日美國國務卿宣布 鑑於哈薩克局勢可能演變成暴力事件 美國駐阿拉穆圖總領事館的非緊急僱員 和所有僱員家屬可以自願離境 1月8日 白宮公布了一位高級行政官員 和媒體關於俄羅斯問題的通話 在說到哈薩克局勢時 這位高級行政官員 那確是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政府的問題 而不是美國的問題 哈薩克發生的事對我們沒有任何意義 哈薩克接納了俄羅斯軍隊 俄羅斯軍隊進入哈薩克的速度也相當快 俄羅斯應該不是哈薩克當局所說的外部勢力 美國也一再澄清 美國政府不是全然中的外部勢力 雙方外長還及時進行了溝通 這樣中共是不是可能是外部勢力呢 但多數華人對外部勢力這個名詞一點都不陌生 中共經常拿外部勢力作為鎮壓藉口 或進行反美宣傳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前 中共說外部勢力介入 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 中共也說外部勢力介入 近年鎮壓香港民眾的自由抗爭 中共還是說外部勢力介入 按照中共的邏輯 只要扣上外部勢力的帽子 就可以大打出手 同時煽動民眾對外部勢力的仇恨 被鎮壓者就不會被同情 怎樣迫害都不為過 這次哈薩克民眾上街抗議 中共一開始就罕見感 沒有誣衊 也沒有提到外部勢力 與哈薩克當局的說法並不一致 1月4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中共黨傳媒被安排自問自答 說中國迎接了與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的紀念日 發言人汪文斌號稱 彼此關係將一部題質升級 但卻對哈薩克局勢隻字不提 1月5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旺文斌號透露 中共外交官張明1月1日出任上海合作組織 簡稱上合組織的秘書長 繼續宣傳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 但卻依然沒有提到上合組織的其中一員哈薩克局勢 當日新華社報導 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接受政府辭職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報導只是說天然氣價格大幅上升 引罰多地民眾集會抗議 但卻沒有提到外部勢力 1月6日 新華社報導 哈薩克部分地區蘇聯5日仍然繼續 今次的報導 提到托卡耶夫在6日凌晨舉行的安全會議上說 蘇聯的參加者在境外接受過嚴格訓練 哈薩克政府已經向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尋求幫助 但新華社的報導 卻沒有直接說外部勢力介入 當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汪文斌含糊表態 說中哈戶為友好倫邦 和永久全面戰略夥伴 哈薩克當前發生的事是該國的內政 相信哈薩克當局能夠妥善解決問題 1月7日 中共拋出外部勢力的說法 當日的中共外交記者會上汪文斌說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在哈薩克蓄意製造社會動盪 煽動暴力 中方願盡己所能向哈薩克提供必要支持 願意推動上合組織為此發揮積極作用 中共的表態有點遲 而且不夠分量 中共外交部網站特意貼出一則後補問答 說上合組織秘書長已經代表本組織 就哈薩克目前局勢發表聲明 積極評價哈薩克領導人為恢復國內局勢正常化採取的措施 中共外交部官員張明1月1日就任上合組織秘書長 哈薩克局勢1月2日發生巨變 中共外交官擔任的上合組織秘書長1月7日才發表聲明 支持哈薩克 中共等了好幾天怎麼看都不是很尋常 1月7日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向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致口信 致口信就是口頭表達信息 因為沒有直接表達的機會 只能通過第三者轉述 此表明習近平並未跟哈薩克總統通電話 只是轉達了口頭信息 口信稱中方堅決反對外部勢力 粗意在哈薩克製造動盪 策動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的說法 加上中共一貫的反美宣傳 幾乎可以令人立即與美國掛勾 習近平的口信 算是中共高層的正式表態 不過接下來的一句說話就內人尋味了 口信還說 堅決反對任何破壞中哈友好 干擾兩國合作的企圖 無論遇到什麼風險和挑戰 中國都是哈薩克值得信賴的朋友 和倚眾的夥伴 這句話就值得仔細體會了 中共正式表態支持哈薩克當局的鎮壓 為什麼就要說破壞中哈友好 干擾兩國合作呢? 那或者證實哈薩克民眾抗議的主題之一 確實包括了反對中共的一帶一路等合作項目 2013年 習近平曾訪問哈薩克 提出一帶一路計劃 近年來 哈薩克民眾多次抗議 反對中共的投資項目 認為中共令哈薩克進入投資陷阱 這次民眾 也同時抗議哈薩克前總統 納澤爾巴耶夫 2019年4月 納澤爾巴耶夫 曾迎合中共媒體採訪說 目前兩國正在落實的雙邊合作投資項目 達到55個 2020年2月 時任美國總統共務卿蓬佩奧 訪問哈薩克 公開表示 中共的投資 可能有損國家主權 不僅不利於長期發展 還可能會帶來傷害 習近平的口信似乎暗示 美國就是民眾抗議背後的外部勢力 但是這次抗議開始的哈薩克西部 剛好就是美國的 埃克森美夫和雪佛龍公司 投資幾百億美元的地方 美國若針對中共 應該支持在中共投資項目的地方 展開抗議 而不是在美國公司投資的地點 那就等於自亂陣腳了 口信的吳沉上 也透露了另外的訊息 實際上 哈薩克民眾發起抗議後 就一直有中俄在中亞角力的說法 中共外交部和中共黨媒體 一開始也對事態保持加密 直到哈薩克當局 請求俄羅斯出兵 並且強力鎮壓後 中共才表態支持哈薩克當局 中共的等待 進一步引發外界的猜測 習近平致口信 應該算是最終的表態 但是中共外交部 就似乎始終沒有正式出面 與哈薩克當局溝通過 1月4日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前往非洲三國訪問 回庭時 又訪問了斯里蘭卡、馬爾代夫 但始終未與哈薩克外長通話 中共外交部的幾個副部長 也未見公開的類似安排 最後習近平沒有和哈薩克總統通過電話 只能致口信 哈薩克當局 若認為美國是外部勢力 他的外長估計不會這麼及時 安排與美國國務卿通話 同時 哈薩克當局 若認為中共是合作夥伴 而不是外部勢力的話 就應該與中共外交官員 和中共領導人通話 不過事實剛剛相反 中共1月7日說 願盡己所能 向哈薩克提供必要支持 似乎哈薩克當局沒有領情 到底是哈薩克當局 懷疑中共可能是外部勢力? 還是中共自己對坐入後 急於辯白 才說破壞中哈友好 干擾兩個合作? 目前就無法得證實 不過中共的尷尬就顯然異見了 中共一再倡導的上合組織 在哈薩克局勢中無所作為 前蘇聯共和國組成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就快速介入 或者說俄羅斯強力介入 中共在阿富汗問題上 咬不過俄羅斯 在哈薩克局勢上更是變場莫及 中共一直企圖滲透中亞地區 應該令俄羅斯相當憤怒 這次哈薩克局勢的外部勢力可能是虛構的 還是真是指向中共呢? 接下來會露出更多端倪 以上節目內容由楊威提供《大紀元手法》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